大批消防人員緊急趕到河床現場 因為接貨通報 有侵航機突然墜毀在這裡 迫降地點就位在河床上 現場黃岩漫草增加救援困難 等到救護人員發現時 已經晚了一步 侵航機上的人員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這起侵航機墜毀意外 發生在彰化西周十六號下午三點多 一架侵航機從順風飛行協會開始飛行 但疑似是降落失敗重新拉起 準備重飛的時候突然失速 直接墜落索水溪河岸 釀成兩死意外 死者分別是54歲的零性教練 以及18歲的日本男性遊客 到達現場去看的時候 都已經起火了 那個機箱的兩名的成員 也都明顯死亡了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現場 就後面活事之後 交給警方來做後續的處理 這次不幸罹難的零性教練 其實飛行經驗相當豐富 原本是戰鬥機飛行員 退役後才改當新航機教練 而另一名日本遊客來台觀光 可能只是想體驗飛行 沒想到卻發生意外 據了解出事的 順風飛行協會去年9月才剛成立 是全台第一座合法大型運動 新航機飛行場 不少飛行愛好者都會慕名而來 但怎麼會發生嚴重的墜機事故 還有在相關單位進一步調查零星 進行五個一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進行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